為何這個位置很漂亮 我自己在拍了很久的照片 如果想要來這個位置 就要預留多點時間了 等等 買了 快點訂閱 訂閱吧 Yeah 等了一年了 等了整整一年 終於可以回來看何俊英了 今天是2月20日 天氣非常好 我希望今天影響風景後 盡快出片給大家看 等即將來的朋友都可以參考一下 為何我去年後來後 今年又再來呢 其實去年有幾個地方我沒有去 所以是有點遺憾的 包括有兩個展望台 觀景台我想去 但要走一段路 所以這次我主打了兩個觀景台 另外還要看何俊英原目 我是沒有看過的 我很想真正看到那棵 何俊英最原始最起初的棵樹 還有第三是去集羽珠印 就是櫻花限定款的羽珠印 那好吧我現在出發了 我現在出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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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俊英屬於韓飛鷹 跟大島嶺的自然交配種 其他花粉顏色偏淺粉紅 首先回到館橋 最重要的地方 因為可以看到 何俊圈周邊的 牽掌 櫻幂的狀態 何俊英的花期 大概在2月上旬到3月上旬 比艷井吉夜英還開1個月了 而且河尊瑩的上花期更加有1個月的時間 滿開日數更搶達7至10天 令不少愛花之人都能率先上映 我覺得現在河尊瑩的狀況已經去到耳孤了 大家看清楚一點 其實它的枝頭已經出了一些葉 所以再過幾天 應該開始變綠的部分會多了很多 現在位於河尊瑩並木這個位置 就是最多櫻花隧道的感覺的一條通道 我覺得是最美的地方 因為這幾天也有下過大雨 還有很大風 例如今天也是很大風 明天更大風 大風之後令花反吹下來 又會影響到櫻花的情況 雖然河尊瑩的欣賞期比較長一點 但是也很受天氣影響 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天氣狀況 沿著這條櫻花通道 再通過這條白色橋 就可以去到我的第一個目的地 就是七竹子了 就在這裡 原來很近 原來我走過來 上次還打算有些東西 雖然沒去到 但原來是 轉個馬路就可以了 這個就是入口了 嘩 很有趣 因為它是一個河童神社 河童神社 所以河童在這裡 這個字尾很小 但又很有感覺 有感覺 你好 它很乖 你好 好啊 很乾淨啊 它們兩個 喝水了 很乾淨啊 很乾淨啊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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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就是櫃檯可以 等一下可以拿自己的本魚豬印象去畫 畫十至十五分鐘的 也可以在這邊購買現成的魚豬印象 這裡已經做好了一千元一張 還有這款 這裡還有四十八款花雜款的魚豬印象 花雜是日本傳統那種卡牌遊戲 它將魚豬印象很漂亮 有不同季節的圖案 好了 我決定要買兩張送給大家 其實我沒有吵架 所以送給大家 這個我覺得很漂亮 這張是貼三張的 本魚豬印打開三頁就這樣貼上去的 大張 這個就是今年的限定款 另外五年的限定款 但因為每一張都是手寫 手畫都有點不同 看哪張是這個 這個印就在中間一點 不如有兩張比起上面的 將我的櫻花更多 這個了 這個 決定 其實這個節目也挺漂亮的 因為我添花版很不漂亮 等等 買了 我隨便去選擇當地的咖啡廳 坐一下 休息一下 沖一下點 然後買了一個套 送當地的蜜金給我 哇 原來有很多很多東西吃 現在加10克 滿開餅 我覺得是最多人牌之一 就是買了 每人上班的時候喜歡吃的鷹餅 吃了的閉熱包 我要吃了 哇 還有很多很漂亮的櫻花 可以買回家種 哦 中櫻的盆栽 如果種了10年之後 會變成一棵樹出來呢 哇 前面這棵都很漂亮 很豐盛 你看多滿 這棵很漂亮的爆炸 而說到何俊英的樂趣之一 就是逛逛當地的小店 而且還有一個很IG的東西 就是這款櫻花限定食品 櫻花釣魚燒 放在櫻花旁打卡真是很特別 有經典的紅豆餡 還有很多口味 記得來試試吧 好 來到封泉橋 這位置也很漂亮 你看看 這位置真的很漂亮 因為可以看到一個彎位 彎位的時候 就會有櫻花密集色 湧滿一齊 所以看上去好像很多很多很多 試想到很多 其實 中間秘木的差不多盡量 好似近一座山 好似近一座山 這位置真的少人一點 好似近一座山 好似近一座山 而且這座山 我真的很喜歡 你看看 耶 我就快到了 坐在前面 很漂亮 我終於走到來 差不多到了 我這邊也停了一千 都不漂亮 我就在上面了 上一座山就到了 加油 這就是應建成台 好似近一座山 這條路也很漂亮 是很漂亮 哇 好似近一座山 走了應該有超過40分鐘 因為我一邊停走 那裡拍 又停下這樣走了很久 走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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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似近一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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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高一點 跳高一點 這座山 我還有一座山 我 beetle 想到桌高一點 走高一點 我覺得 你會躲回 那座山 但稍後走回去車站都差不多兩公里 起碼要40分鐘以上 如果想要來這個位置就要預留多點時間 喜歡拍照的朋友亦可以留意一下 這裡有很多位置都可以拍到 電車和櫻花一起出現的風景 而且有很多不同款式的電車會經過 非常好拍 電車迷和櫻花迷都不能錯過 這棵就是偉大的圓木 嘩 就在這棵了 這棵樹很老 看它這個樹幹多粗 嘩 多謝你 因為這棵樹有這麼多河鎮鷹 遍佈全日本 嘩 這些樹皮都有些黑黑的 很久的歷史 本來我還想去最後一個展望 就是在河鎮城池 在山上走 在車站再走25分鐘上去 但因為在體力上 而且我差不多要回家 因為要工作 所以就決定放棄的位置 下次唯有再去 要去三次才可以去我想去的地方 但這次也繼續看了其中一個展望台 和何俊英的圓木 在圓木這個位置作為影片結束 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是一個很圓滿的結束 好啦 那下集再見 謝謝收看 希望大家看到很漂亮的何俊英 Bye Bye Massame 這房間座 很痛苦的 第一次坐著 說笑嗎 我坐著金木的車 我也不知道原來是可以坐的 就是不用轉的 你看 空位好可愛 好多金木的樣子 還充電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